欢迎大家来到酥肉的第一次双十一开箱 主要都是酥的 本黄导购这次来就是在这里 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品鉴一下 酥的购物车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其实前几年我都没有太参加双十一的抢购 因为我觉得规则越来越复杂 然后大家好像都要做很多的功课才敢去抢 但今年因为开始的比较早嘛 我就随便打开看了一下 发现它有跨电满减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就把我以前购物车里已经存好的东西算了一下 然后就买回了这么多 只用了一个跨电满减的规则 另外还有一些店铺买多了会有优惠券 所以差不多买回来有六到九折之间的一个优惠 我觉得也还不错 因为我不是为了凑单去买的嘛 都是那些自己本来就想买的东西 所以它的种类也很丰富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购物车里都存着什么 顺便一提 我完全不知道他这次到底都买了些啥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个 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的一次开箱 顺带一提 其实我现在也记不住都有什么 那我们就像抽奖一样 就是随机的从最近的开始拿呗 好吧那你拿吧 选择了一样最小的 让我们先从这个小黑开启 哇没想到上来就开出了这么特别的东西 没有想到在2020年还会有人买这么多的贺卡吧 我找到了一家贺卡店 然后他们有非常漂亮的贺卡 而且它还很特别 这不是一个礼物盒吗 礼物就打开了 特别可爱 这是一个快递员 然后您的花到了 我就觉得特别好 收到会很开心 所以我就打算之后有朋友过生日啊 或者是有一些节庆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送给朋友们 当然也可以送给你们 然后这里面有各种不同主题的 这个节庆送花的什么的 还有小恐龙喷火的 虽然我不知道适合什么时候更送 这个特别好 这个是乔迁之喜 就是一辆车带着它的家道 然后你一拉就会有一个变化 总之都是适合不同主题的 这给了我一个启发 就是我觉得说在现在这个想买什么都买得到的时代 然后大家要努力的去打动消费者的心嘛 但是往往其实你只要在很小很小的一个点上把它做到极致 做到创意 其实就可以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你想办 这么快就上了价值 总之就是很有趣的小物件 以后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 嗯 时不时的在你家中也要去攒一些你可能当下用不到 但是你送朋友啊 大家相互往来之间就可以有的小心翼的这种东西 哎不行还是想给你们看一个 我跟你讲每一个都特别精彩 这个呢是一份做各种蛋糕的原料 然后当当当当当就好了 特别好吧 特别简单的小互动 但是我觉得很有心意 啊 第二份就这个吧 这里面是干嘛干嘛干嘛 啊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是我买的乐高小云仔 噜噜噜噜噜 是因为乐高又新出了一个哈利波特系列 然后里面有我们非常想要的狮子头的卢娜呀 然后还有哭泣的淘金娘好几个很好的角色 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些 这个抽抽乐嘛 如果你去店里的话你就得平运起了嘛 但是其实淘宝上都可以买到你想要的角色 和我们那个哈利波特的对角像一起听 让他们全部都注到对角像里面去 对吧 让它摆进去 噢 这个呗 你刚才说那个哭泣的淘金娘 我还愣了一下 那我说错了吗 没说错 我想说 Gucci的淘金娘 什么玩意 这个是KT悠悠 KT就是给猫的东西 给我们千金小姐买的 这东西怎么这么小啊 什么呀 我在网上看很大呀 什么呀 这个是猫抓牌 猫不是喜欢这种抓这种瓦楞纸什么的吗 它两边是磁铁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吸在各种地方 让猫去抓着玩 我当时看到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给 放在你身上 放在你身上的 让猫过来抓吗 让猫在这玩 这对于我的乐趣是 我不知道 等一会儿我们拿去 这个拿去给你 哇 好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等会儿你就这样带着要千金试试 猫过来给我 取我的手机 反装吧 就是一种和猫这个寓教于乐 但是这样的 我通过这一小段时间养猫的体会就是 你的猫不一定会喜欢什么 每只猫的喜好也不一样 所以你只能特别广泛的给它买 然后请主子 从中选出自己感兴趣的 对势必要浪费很多的钱 我其实已经看到这个箱子上 然后沿写着Kiki悠悠 这个双十一我感觉猫收到的礼物都比我多 还没看到 有我的吗 啊 啊 哎呦 哇 这是一个大号的猫砂盆 咱们主子的马桶是吧 对对对 因为之前不买不知道 买了就发现有一点局促嘛 所以我就给他换了一个超大号 而且防漏砂的 看你看他喜不喜欢吧 这个 开吧 啊 这是我之前海南那期视频 大家都问到我那间红薰的那家店 它中文名叫做很久以前 然后专门是卖度假服装的 发的slogan是every day is a holiday 每天都是假日 这种有点复古风 对 是一个复古的背带裙 里面我直接就是他们家给搭配好了 我就一起买来了 一件蓝点年的这种复古衬衫 我就不需要再搭配了 直接穿着就可以出去了 好像很方便的样子 然后也很适合现在大理的温度 过两天出去玩就可以穿了 咱一下 恭喜我自己金榜提名了 是我买的这个故宫出的两套解谜书 就一个是如意琳琅图 一个是金榜提名 类似于桌游吗 也不是 类似于剧本沙吗 也不是 大概的一个结合 就是好像是你在家随随地 就可以玩那种古装密室的那种感觉 哇 好精美哦 这样的一个文档带 还确实是做的感觉很精致 很精美 一本这样的现装的古书 里面会给你信封 然后还有地图 还有一些神秘的一些辅助的什么道具啊 它会有一个剧情 你要一点点的去破解解开这本书中的谜题啊 是既有娱乐又有文化在其中啊 是品味真有品味 里面也是像这样就是完全模仿以前的竖着抄写的这种 好像每一页都是一个不同的谜题 对都不一样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像一张很长的纸来回正反折 对 然后这样折到一起就变成一页嘛 酷 好 等着我们那个玩完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体验心得 这边吧 买书当然是当当 这不是我的吧 黄元甫 意外的混入了一两个我的快递 我双十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买 多多少少 买了一点点东西 哎呀这有一个黄元甫 那把你俩一起开了吧 把一起开了吧 那顺便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双十一开箱 这本就是我从小就想要获得的一本 古埃及亡灵书 哇塞 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穆乃伊那个电影 那个法老他要复活他的那个军团 当时就有两本特别重要的古代的书 一本叫做亡灵之书 一本叫做太阳之书 然后这一本就是古埃及的亡灵之书的中文翻译本 它里面完全的把这个亡灵之书的内容整理在了里面 但是翻译出来了 但是它会告诉你 这些象形文字写的诗句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一本讲述古埃及人通向来世啊 然后走死后的世界啊这样的一本 那你不就可以通过这个学会古埃及的文字了 我多少可能可以认识一点吧 我觉得 这本书最近在打五折 大家可以考虑入手 还是书啊 好厚啊 这是推理小说 然后它是一个爱伦波写作奖的大师奖得主 然后总之是一套一个系列的那种推理破案小说 我在晚上看人推荐好像蛮精彩的 我就想买回来读一读 再一个就开手边这个吧 是一样 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东西就是 一条光腿神器 你知道我为什么买了那么多条吗 就是不同厚度 它适应不同的温度 然后会有不同的厚度 所以它的用法就是把这个当裤子穿 外面再套一条裙子 当腿穿 就是我穿裙子的时候你以为我光着腿 这很明显没光着 不不不不不 就是穿上之后它按理来说它会很贴痕的皮肤的话 就像光着皮肤的 就在路上远看的话基本是分不出来是吧 好的近看也分不出来 洗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穿秋冬的小裙子了 我已经看到这个盒子上也写着故宫文化了 哎呀 看看我多么的文化充值啊 这个购物车的含金量很高 也是我买的一些我喜欢的故宫文创的东西 故宫出的周边是吧 这个它的一个宫灯的书签和一个锦里的书签 因为自从我们自己做周边之后 我就能够感受到一个好的周边背后要付出多大的心血 所以我就更能够欣赏这种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帆布袋很漂亮 有点像那个应该是棺袍 上面的那个骨子 一个骨子对 一个粉色的鲜鹤 这个是给你的 下一个是给天津的东西 是一只玩具老鼠 这是给它的那个猫草罐头 这是给它梳毛的收子 然后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就像猫的舌头一样 所以给它梳毛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自己在舔 它就感觉自己或者同伴在舔它一样 这么暖心啊 这一包显然是衣服了 哇好重啊 它是爱生气 你竟然都认出七个小矮人分别是谁 这个牌子是Urban Revival Ur嘛 一块时尚的品牌 但是我其实觉得他们家的女装一般 但是男装很不错 总能挑出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男装 那这些 这个包包是我的 这个和迪士尼合作的小矮人的包包 爱生气的包包 太适合我了 太爱生气了 看看剩下的礼物是什么 剩下的礼物 打开 是包包 这个包包是给你的包包 是给我的包 真的 这个包的设计很不错 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背 然后这个我是给你买的 因为你比较少只有设计感的包包 是吗 还是皮革质感的 对 包着玩 还是被狗狗看出错了 这时候如果快进了 我就可以这样 你看 好了 准事 来吧 好炫 这个时候公屏上出现了几千个炫字 其实前几天我已经给自己买了一个黄色 然后它很特别的是它黄色是帆布才知道 但蓝色是皮革才知道 你们可能会在我们下一次出的情侣穿纱中 看见这两个单品 开箱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哎呀 开到你的东西你突然兴奋了 前面都没看你兴奋 哇 是一件黑白唐老鸭的T恤 这个挺可爱的 这个唐老鸭好像也很生气的样子 对 因为我很喜欢唐老鸭 然后我觉得这个黑白的就是挺低调的可爱 那如果我穿上你喜欢的唐老鸭 你会更喜欢我吗 我想他也要生气 OK OK 可爱吧 哇 可爱 是一堆人在操场上运动 不是 不是吗 总之就是很多人的形象 我很喜欢的是因为它这个草绿色 你都偷吃给我买衣服也不告诉我 聪明 哎 一件黑色的百搭高领 对 就是像那种韩国欧巴一样 会有一件这样黑色的高领衫呢 这个颜色还不错 哎 对 这也是一件基本款的毛衣 但是就是一个特别的颜色嘛 上次那个衣帽间的节目开完之后 好多人说就是显示出了家庭地位 然后说我的衣服只有那一点点 其实你们误会了 我们单独另外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里面都是我的衣服 有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也像衣服的样子 啊 是呗 衣服还不就是购物的一个大类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们双十一买的东西中 衣服就会是占绝对比例最多的吗 哎 两件秋冬的衣服是吧 是我的衣服啊 那需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 本来都打算快过了 哎 有一种百家服 就是那种 哈哈哈 什么呀 就是那种一个衬衫 然后比较日系的 比较日系的 这种传统的样子 哎 是一个马甲 这么大 这个马甲都可以当连衣裙穿了 就是那种风格 肥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次 双十一的我们俩的新衣服 有必要单独拍一组图 给大家看一下上升效果 哎 这个很重哎 而且它为了保护这个快递 四个脚 还有这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 它就是我的全新桌游 我其实从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桌游爱好者 这个是一个铁路主题的 然后大家就是要抢占线路 里面有真的小棋子 像大富翁一样 然后你就摆满你这个铁路线 看谁占的铁路多 这个是一种数学游戏 就是大家每个人有一堆数字 然后你要去猜对方的数字是什么 我觉得桌游也可以回头 专门拍给大家 我们的这些桌游都是怎么玩 好 下一样很简单 这是我的手势盒 然后它这个其实是这样横着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手势抽出来 这样全挂在这个上面 主要是挂耳势是吧 耳势 哇塞 这太大了吧 好 下一样又是桌游 桌游 这个是瘟疫危机 就是讲述着世界发生的一些疫情 然后你作为医疗患者 要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开发出解药 缓解疫情 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去 带入这种心情 对对对 这个呢 这是专门给你买的 大概的内容就是 古埃及人遇到了外星人 他们要如何沟通 过去与未来的碰撞 这个是我买的一家首饰店 但它也会做一些配饰 比如说这个长脚的小围巾 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哇塞 很累 这是一套牛油果色的床上用品 就是因为颜色很好看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回头铺上给大家看 这一天开了 快递量要赶上一个月了 本来就是嘛 就是我攒了很久的东西 而且很多都是进入秋冬 需要添置的了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Charles and Keith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他们家的包包 小CK带着他们家 其实也卖鞋子 我其实就是想买两双 特别基本款的靴子 就赶上了它那个打折 在家满检 基本是五折以下买到的 就很划算 这个也可以不用打开了吧 写着Kitty悠悠 大家看一下表面的图片 就知道是另外一个猫抓板 就是一个它既可以当成床 又可以当成抓板的东西 最后这里有好几包 就是我很喜欢的 从袋子上就可以看到的 Holland Bear的衣服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他们家其实是像一个 服装超市一样的嘛 所以衣服的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多 当然大部分都很普通 但你要从中找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有一些穿搭需求 比如说 我现在就要找一条牛仔短裤 你有这种特别明确的需求 你去那找 基本都能找到 第二就是 你要慧眼识珠 从那些大量的 很普通的衣服中 挑出那么一两件 眼前一亮的 眼前一亮 或者是他们家经常喜欢 用一个特别的颜色 像我这件毛衣 就是因为颜色很好看 其实设计倒是正常 然后比如说 像我上次去农场穿的那件 粉色的毛衣外搭 很多人都问 觉得很温柔嘛 就是因为它那个粉色很柔和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件 很快的 是吧 剩下就是我的一些 秋冬的那种 打底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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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需要多少打底衫 我有很多底衫要打 好 我们现在已经清空了 刚刚的所有的东西 最后来给大家看一张 我们这次双十一 最期待的重放的战利品 对 是我们家的一件新家具 来 开箱 它就是一个 你们说是什么 来 有奖竞猜 它就是 一个 贝鲁 你们小时候看不看过 那个日本的动画片 樱桃小丸子啊 你小心啊 或者是你长大了以后 到日本旅游 会看见在他们日常百姓的家庭中 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冬日小家具 就是贝鲁 对 因为我们以前 那个桌子 那个喝茶很方便 但冬天就要换上冬天的装备了 所以 现在先把茶桌放到旁边 我们这个冬天就要在这里面度过了 你除了说它有一个 这个被子很暖和以外 其实桌子下面是有一个发热器的 你把它拆到垫之后 整个里面就是温暖的 我把腿伸进去之后 超熟 云南这一笔冬天没有那么冷 所以说没有暖气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是挺夜凉如水的 有了一个被褥以后 会非常大的提升 我们夜间的幸福指数 就坐在这里 看电视 把零食这么一反上 啊 哈哈 哎呀 新脑坡看看 喜欢吗 两毛沙盆也换了 你看一下嘛 你看它一眼嘛 你尝试一下 来 咱家的小猫咪 不是一只物质猫 来 试试这个 哈哈哈哈 寄一次失败的购物 你喔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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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